保存期限都兩年以上 一個東西保存期限兩年 這個醬油可以讓你放兩年 我買了醬油 保存期限大概都是半年左右 然後我很難想像說 兩年是什麼樣子 真的開過的醬油 好的手工醬油 它絕對不能那麼久 而且它今天我看到的就是 它的一個加了鹽酸的醬油 竟然把它弄成一個 古法亮照的一個醬油 然後賣得很貴 包裝得很漂亮 它的成本大概只有 兩百分之一左右 對 它真的是太黑心了 對 然後這些老人家要吃的裡頭 像比如說這個什麼植物性奶油 什麼也是蔗糖素 然後食用椒 椒 什麼東西叫食用椒 就是 像卡德蘭椒那種東西 就是它可以填充量 可是它本身沒有熱量 沒有食物椒 對 它泡下去的時候 你拿它稀稀的水水的 可是它就會讓它勾勾 所以我覺得我們討論這個 對消費者來說 就是說我們都不懂這些名稱 除非我們每一樣東西都要去煩江醫師 去煩很多專科醫生 那不可能這樣子 那我們買的時候到底怎麼判斷 其實對我們來說 第一個價格是一個判斷的標準 第二個剛剛說 有效期限這個標準 它可以放很久很久的 像校成昨天就說 他拿一罐醬油 放在那邊 兩三年 都沒有關起來 一樣都沒壞 那我們反而更害怕 對 這兩個標準 另外一個我們要請吳明珠 第三個標準 你看不懂的東西 你不要拿來吃 很簡單一個問題 越看不懂越不好 這個裡面本來 蔗糖素你可以用蔗糖取代 你不見得一定要那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我給消費者一個建議 你買一個東西 上面充滿了你看不懂的東西 你就不要買 是 我們提供 三個很粗淺的標準 讓大家做參考 當然啦 已經被踢爆的廠商 就絕對不要買就對了 大同的不要買了 副會廠商也不要買了 所以政府的法官才重要 再來我們怎麼自保 其實我們的老祖宗 留下很多很多好東西 吳明珠醫師 是當然出名的中醫師 但我們知道 中醫師我們的印象中 中醫比較慢 中醫的效果比較慢 他至少比較不會擺孩 比較不會傷害身體 對不對 對 其實人家說藥其實是毒 其實好像我在自己的那個 其實我們中藥的這個藥 它有分上品 中品 下品 那在養生剛剛那個不是養生嗎 這個銀髮族這個 我們用的大概都是什麼 所謂的上品 所以在神蒙本草精裡面 我們用的 比如說像大家在這個 快要東陸進補了 天氣越來越冷 大家都會想要吃點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有 這個八針或者是十全大骨湯 這邊這個藥材你看 這麼豐富 漂亮 你現在哪來是八針還是十全 這個是十全 十全 你會發現這邊有川瓊 我們的這個就是黃崎 這個黃崎基本上它有很多的 比例上面會有一些就是道地的 價錢就在這裡 你就問吳明氏好了 我們一判人去牆油 一分一份的十全 正常的價格 廠商要獲利 正常價格多少是比較合理的 這裡就牽涉到說 因為它都是真品 但是問題就是影響到大家就是說 有一些比較比較白的 小的枝葉 比較小一點 這個也可以很大支的 這個很大支的可能就 一斤就要到什麼 800 600這個 那一鐵十全大概多少錢 一鐵大概兩百多 兩百塊 那我們如果碰到很便宜的 就要小心了 對 可是它就是用的 可能就是那個旁枝末節 可是如果像這麼漂亮的 然後這個把它換掉 我剛剛說的這個 這可能要到300到500 所以我們大概一分錢一分 眼睛要放亮一點 你另外還拿了那個是 是不是紅棗跟枸杞 紅棗 枸杞紫這些 那你會發現它 因為它這個就是乾燥品 那有些顏色都是不等的 像這種是不等的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真品 那有一些是比較 我們說的比較假品 你就發現它的顏色非常的 有的會非常紫 然後就是整個很均勻 然後還會碰碰那種 你看起來 有的放在那個水裡面 它整個顏色是 會馬上會生出來那個 那個反而不好 有的噴上去染色的 其實天然的東西 它一定是有顏色的層次 會不一樣的 天然的如果顏色都那麼漂亮 好像用去染的一樣 對 絕對是染色的 對 另外就是說 你去買這些中藥的時候 比如說我去買那個狗雞子 我買那個藻子的時候 它如果是從冰箱拿出來的 讚 真的就是它的東西 它自己有愛護 它會愛惜它的東西 它絕對挑選進來的時候 它會去挑選 如果說它侵在丹的旁 那你這個東西 可能已經會長蛀蟲了 對 像我們用量很大的 就是在我們要 不是只有熬燙而已 我們的病人他很多就是要 用一鍋一鍋的 這個部分像這種都是 像這種上等藥材 你會發現人愛吃的 也養生的 蟲也很愛吃 所以它常常會長那個 酒骨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 你不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其實這跟我們吃菜一樣 我們說菜有菜湯 其實電腦好 那就是沒有動油 這也是一個標準 所以如果說我們盡量不要 剛剛江醫講得很對 選擇那些我們看不懂的 我們不如選擇中藥 中藥當然就是希望它不要吃藥 那也希望它不要有一些 微禁的東西在裡面 它沒有一個微禁的東西 是一定的啦 除非說你是在某一些地方 比如說蔡奇亞 來路不明的 來路不明 或者是去 我們常常會有病人說 去那個什麼觀光團 去到那個大陸 拿回來的很奇怪 什麼很高價的 什麼天麻 這麼大一顆 什麼天山雪蓮 然後算起來都是美金 美金他說 他跟他說這多少錢 結果本來比如說 他跟他說人民幣 這樣100塊 結果去算帳說 沒有啦 它是美金 所以這個就被壓 對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真貨拿回來就算了 可是它算是假貨 拿回來一切開裡面是什麼 把那個石膏拱進去的 它的重量是增加的 這個很嚇人 所以就是要選擇有信譽的 大的中藥店 而且我們會覺得在國內有品牌 或者是比較有看得到的 會比較那個 不要跑到遠地去 對 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中藥材的一個安全性 現在大家也會打上很多問號 其實我參加過在大陸 好幾次的一個座談會 其實所有台灣的大陸材 幾乎有95% 就是幾乎100% 都是從大陸進口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沒有一個檢驗的標準 也就是說 沒有一個兩岸的一個檢驗的機制 所以有 像我上次碰到劉太公 他說他老婆後來 一發病之後 為什麼那麼快離開 他說我如果不要吃那麼多中藥 含重金屬 含農藥的話 他不會病情惡化的那麼嚴重 到大陸去談風險也很大 最後我們有點時間 這個邱楊老師 為我們準備了一個 從今天開始又更冷了 這個麻油機 當然就麻油 先講一個很簡單問題 麻油 你說好的麻油 差不多 我們一看一罐500cc 多少錢是比較貴的 好的麻油 我剛剛會講就是 像這個老闆 李先生會講說他 其實那些有可能他調出來 是有一點點激動 因為我發現台灣現在 這種芝麻油 80%是護衛箱的 然後80%的這一些麻油 會銷到哪裡 都是一些產戶 產戶他會給小寶寶喝奶 對不對 所以你無形當中就會土害的那麼小的 我自己非常慶幸的就是 還好我沒有買他們家的麻油 選擇狀你買的麻油 是比較高級的話 大概一瓶500多cc 它其實550cc而已 多少錢 它那個就是大360塊 所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那像副衛箱的比較便宜吧 副衛箱的它有100多塊到200多塊 但是副衛箱的 我可以說 它有一瓶小小瓶的280塊 那一瓶我自己還用過兩次 是人家送我的 我覺得說這個那麼小瓶280塊 一定是他寫的是兩壓 後來這個事件爆發了以後 我們才想說你送我的這一個人 你真的也是被騙 我自己35年前部都是用同一家的麻油 因為這個是真的是百年老店 但是它就是像什麼樣 就是我們古早上都拿去炸油 所以它自己有一個芝麻廠 然後它自己進了自己壓 我們都看到它怎麼炸油 對…所以它沒有廣告會 所以它的一個成本就會比較低 對 所以你現場是用這樣的麻油來做 這個麻油來做的 做麻油雞 對 這個麻油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好的麻油 所以你也不要像一般的餐廳 為什麼不會用這個麻油 第一個是貴 再來就是 因為一般師傅他會用很大的火去炒 其實就是破壞它 如果你用這個好的麻油的話 你就低溫去扁那個薑 扁好的薑你只要把肉丟進去 我這裡面還丟了那個 吳醫師的食犬的一個材料 食犬的藥骨 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鍋煮起來 其實在這個秋冬季節其實是滿不錯 那你這樣這一鍋 我們現場看這一鍋 大概用多少麻油 這裡的麻油 我今天這個麻油比較多對不對 一般我們台灣人都是 上面要煎什麼 煎麵線 麻油麵線 所以我就會放多一點的麻油 大概可以放到大概100cc 100cc 所以100cc其實也不過才不到100塊 不到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寧可花稍微多一點點吃雞 也沒有多很多 求個安心 特別是孕婦 孕婦現在吃很多麻油雞 他的如果有棉 秦靜海 值得您一試 因為環保 也要大家